我們其實從昨天這個事情一開始 我們一直的態度就是 人要抓 要辦 只是說 現在這個人是關在你那裡 那我們也表達說 因為厭屍的報告 犯罪的激震在我們這裡 可是這個人的口供 筆錄在香港 這一定要合在一起才能法辦 民主國家 你就不政府要怎麼法辦 所以我們告訴香港 你要 我們資料給你 你要把人丟過來 可以 我可以收 但是你的捐證要一起過來 不然我們政府不借 就抓好勝 那昨天國民黨就一直在 把這個東西導向選舉 說你們不維護司法主權 你們就不抓 他來你不收 從頭到尾都不是這個問題 從頭到尾其實是辦案的問題 所以到昨天到今天就我了解 至少司法檢調相關單位 開了好幾次會 那今天上午開完會之後 那整個拍板 因為你不能讓一個殺人疑犯 香港是怎麼做呢 明天到齊了 放出來 他用什麼手段逼來 是用牧師叫的 那個另外一回事 讓他自己坐飛機飛來台灣投案 你想想看 那台飛機上的乘客幾百人 這個人來台灣要面對最高是死刑的判決 馬英九你敢跟他坐同一班飛機嗎 一定要有人介護嘛 所以根據把犯人押回來 維護搭飛機的安全 維護台灣的司法管轄權主權 更重要的是要真的來辦這個案子 派檢調人員到香港 你們林鄭不是說要給我們嗎 把捐證給我們 犯人我們陪著上飛機 很狗耶 這樣就不會危害 上了飛機要坐我們國家的飛機 因為在主權的延伸上 華航長榮 主權的延伸 本國級飛機進到那個門內 就是視同領土可以上銬 你就可以把他上銬借護回台灣 這個才叫面面俱到 意思說要收啦 飛過來你就要收的話 我跟你講 飛到半路飛機就出事情 一個香港人在台灣殺了香港人 香港這個權販還關在大牢裡面 我們的捐證給你 你法辦就好了 你不想辦 我們也可以辦 連人跟捐證給我們 你都不要走 所以我不懂林鄭月娥 或者他背後的北京政府 你在想什麼 所以我們派去的人 要去抗到那裡等你嗎 我們就是到 有兩種做法 一般 好了 香港你不承認台灣是個政府 也就算了 我們可以在我們國家的領土 就是飛機的門前 香港港警把他帶到門口 交到我們手上帶回來 我們台灣跟很多國家沒有簽 那香港政府為什麼要做這個事 他要投案是這個人是自由的 這個人台西香港人 理論上你自己要發辦 你這樣一直表達要給我們辦 那把人跟捐證帶到機門口給我們 你如果讓我們到監牢前面 用官方正式交 我們當然也可以 我怕你有為難 那有為難我們就在機門口 那你再更要更多一點 也有可以用香港的人隨同壓著 到我們的台灣落地之後交 有很多種方式 但是絕對不可以 讓他用自由行的方式 自己聽一條票 整台進來 真的整隻飛機會飛去 其實昨天我們看到 這個法務部長蔡清祥就已經講了 他說不允許殺人犯逍遙法外 意思是說進來就抓 那我覺得現在是更主動 我們就去 去就是照妖境 如果你香港政府 不讓我們的檢調人員進去 不把資料 你們在香港做的這個陳鴻家的資料 筆錄給我們 那是你的問題 那球丟給香港 對阿 甚至我去了陳鴻家說 我不要去台灣了 那搞不好根本就是一場鬧劇 有可能阿 所以我覺得 或者香港政府不配合 不配合 對 這就是把球丟回去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聰明的 而且也凸顯我們的主權 也凸顯我們 那明天馬英九會不會再哭再罵 那再哭吧 我覺得馬英九 我覺得真的有時候眼太大的話 眼太大 當然啦 我問你啦 香港前陣子那個十七歲的 十五歲的 十五歲的這個 被開箱 學生 無言死 對阿 他說他是兩個女兒的爸爸 那也是香港的女兒 一陣子 對阿